Hello 各位好又回到絕網監牢 上次說到應該是李市長的劇情 現在回了體力我們又繼續了 應該可以玩三個回合 三回 應該是說我們要單人去到調查 因為上次某些事件導致我們的神秘研究學部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暫時沒辦法再跟大家聊天 我們先看看他的禮堂 還是體育館 其實我懷疑這裡有血跡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神秘研究部聽神之介說了 多謝你跟他做朋友 或者帶你麻煩 不過神之介拜託你照顧 好 這裡嗎 不對啊 這是二言辦公室 這個呢 你不能進去 李市長再三命令 誰都不能進去 所以叫你們看門 為何要做這些事情 休息時候我想吸那個 沒有什麼快點走 我想吸那個 想吸什麼啊 哪個想吸 應該不是辦公室 應該不是辦公室 應該是教職員室 教職員室在哪裡 這個 公本老師的桌 這包不是 煙盒 這個是公本老師的座位 老師還吃煙 這樣改來 他說想吃這個 難道是煙 我可以用煙帶他去 沒有東西 為什麼呢 寫字最後的禁煙 如果你管不住 嘴上吸那個 在煙 你真是說用煙吸他 都沒有用 那那個是什麼呢 垃圾桶 公公老師 這個是什麼 零食的包裝袋 看來是吃這個 吸吸洞的包裝袋 就是吸那些冰 吸那些冰 那些果汁冰 看來真的很喜歡吃這個 果凍 哪裡有果凍 雪櫃 雪櫃又說零食 跟這個垃圾桑的一模一樣 剛才他說 難得有休息時間想吃這個 難道就是這個 將這個給他 會不會放我進去呢 可能性不大 幫我也試一下 老師 又是你 都叫你回去 等等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 要說 還是在那裡偷 他會生氣 我很喜歡這個零食 所以經常帶來學校來吃 老師都很喜歡 喜歡 喜歡 喜歡到中毒 這個給你吃 那麼好嗎 雖然的確很想吃 當然好 但是你在這裡吃會被人罵 都是的 理事長看到就會在場面大量 我去裝他吃了 你幫我看著這裡 我拜託你了 真是順利 不過總算達到目的 趁他不在這裡調查一下 OK 嘩 對 地板上有大量的血 很多血 不過呢 哪裡來這麼多血呢 煩人 這個是 這個膠袋 為什麼會有膠袋呢 而且袋子全部都是血 這個質感 假的 假的血章 還有一部分 融化了袋 開了個洞 什麼一回事呢 看一看上面 啊 燈上面黏著同樣的袋 我真的用燈來弄溶了袋 把這個裝著血章的袋 掛在燈上面 你用燈的熱度 融化這個膠袋 讓血章流下來 原來是這樣 這個是 我看著桌子的一把刀 仔細觀察一下 刀上面沾了什麼 看來是塑料繩的一部分 就是這個膠袋的一部分 然後我看看燈的情況 果然呢 燈上還有這個塑料繩的成結 也就是說呢 這個跟血章的情況是一樣的 你用燈的熱度 融化這個塑料繩 然後把刀掉在桌上 真的有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血章 一部分就是刀 兩個的工具 兩個的一個 機關 把刀差一點就可以刺到理事長 看來這裡的分身靈相當怨恨理事長 還有什麼呢 外面 這裡 場上寫了一寸字 李事長從現在開始奪走你一齊 唯獨你呢 我是不可以原諒 我一定會殺了你 怎麼看都是殺人預告 也就是說 分身靈的目的是想殺了李事長 不過這麼大堆字 這麼短時間怎麼寫呢 我記得燈一著這個字就突然出現 是不是裝了機關呢 一早寫定了吧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咦?沒有其他了 這裡沒有東西看 好,進去這裡看看有沒有什麼 刀 你有沒有東西看 大量的血 沒有特別 還有什麼要按呢 我懷疑那裡會有個籃球架 不是太明白 看到了 在這裡 牆底黏了什麼 這是什麼 我不是說了禁止音嗎 被老師發現 對不起 我馬上出來 騙你 嘩 鬼神氣 為什麼在這裡 當然是 你調查這次的案件 你忘記了封信嗎 你繼續和我一起消滅 你要有生命危險 你都會被襲擊 無所謂 被打擊就放棄 這樣太不講道理了 所以我也要調查 就算你這麼說 沒關係 自從那次之後 我已經想好了 兇手一定是出現某種原因 想阻止我們消滅分身靈 因此我推斷 兇手帶著神秘鶴 而阿布的徽章 一定是故意的 目的是令我們起雄 犯人是想拆散我們 利用這一點 讓我們無法再消滅分身靈 聽你感覺好像有這個感覺 真是厲害的主角 這麼快就知道 最重要的是 我不認為我們當中有犯人 他們都是好人 不會做這種事 你都不是這麼想嗎 對不起我一直懷疑大家 你說得對 我應該相信各位 我認為兇手一定沒有關係 趕快解決這件事 按照這個慣例 先整理一下 這個事情的經過 受害者理事長 按發當日 按發當時 全校的學生正在開會 理事長在台上說 然後突然有血滴下來 然後還插刀下來 嚇死人 燈後來熄滅了 音樂開始播放 過了一陣燈亮了 場上就出現了這些字 兇手這麼短時間怎麼寫呢 關於這一點我發現了 另外座椅的細節 摸起來好像紙的材質 而且還是和體育館的長壁相同顏色的字 你看看這個 這個好像是膠水之類 變得黏黏黏 嗯 嗯 我明白了 其實我覺得這些字 是事先寫在牆上的 只是犯人用顏色相同的牆子一收起來了 恐怕犯人在燈飾的時候 只是慢慢撕下來 而音樂只是 只是掩飾那個聲音 估計是把很多牆子連在一起 這個體育館很暗 而且當時大家集中精力開會 沒有人會注意到牆壁 因此貼上去的字 都很難被人發現 是個大膽的把氣 不過殺行A來也不是不可能 文字瞬間出現問題解決 究竟是誰做呢? 從這個文字可以看得出 犯人對這個理事長有好心的怨恨 那麼痛是理事長呢 去找找找吧 OK 我們現在解決了事情 應該是問人 問理事長應該是不能進入的 今次的事件絕對不能透露任何訊息 警察都不能找 什麼啊 你不聽我的話 不要再拘捕我們學員的品位 我們要自己解決問題 原來不看來理事長不想公開這件事 直接找去也沒用 這個學員的理事長不適合做學校的領導 好像聽到有人說理事長不適合做校長 找聲音的來源 哪裏啊 哪裏啊 這些相片沒有特別呢 教學樓外面傳出來 教學樓外面 我們先看看這裡 先看看這裡 在思考中 不要跟他聊天 怎麼按個教學樓外面 段故都不在這兩個了 這兩個都沒空理這些事件 這裡 又不是啊 這裡 又不是 這裡 這裡 這個 哦 哦 對 聽我說 就是公子青子 看來上來演講 最近學校發生了很多奇面的案件 事情已經嚴重到不能再放任 不理了 造成這個局面 正是我們學校無能的理事長 做學生會會將黑幕 東美 也就是說 現在正是改革的時候 我會揭獎全力捉任何事 這個大叫的女生就是小青子 我記得她 在學生會選舉當中輸了 一直對學員很不滿 對 怎麼看都是在遷路 就是因為她沒有做到學生會會長 你看 曹操到了 學生會長 我說了 清子 不要在這個學員演講 馬上停止 他可以說幾次才明白 這個就是我們會長大人 和這個根尾狗夫會長 什麼 根尾狗 全校開會時發生的事實太嚇人 看來這個學員不用回歸正常 無話可說 一想到領導者是這樣的樣子 就令人擔心這個學員的未來 說到這個份上 你依然什麼都不肯說 這件事你又沒有什麼主見 不想反駁嗎 看來你 終究只是理事長擺佈的機械人 你這個壞人 不准你再沒有會長 停手副會長 在這裡爭吵沒有用 看來你的狗不太聽話 副會長不是狗 所以學員的學生請注意你的言行 還有說 要再繼續演講 做好過午 哼 裝什麼 反正你做了會長 都是因為理事長是你父親 什麼 理事長學生會會長父親 有吧 副會長 哼 這個機械人有什麼好得情 他們走了 感覺她的對話 信息量很大 想不到她是理事長的女 是啊 你是轉校身所以不知道這件事 我今天才知道 看來小青子真的把他們兩個 和學生會造成眼中釘 小青子一定很真理事長 她對學員似乎有很多不滿的地方 先把她放入這個嫌疑人的名單 注意她一舉一動 OK 好 然後看看有什麼 啊這個 問一問這傢伙 真令人生氣 衝開你沒事 沒事說什麼都無所謂 但我絕對不勇去 不找她的侮辱會長 明明一點都不瞭解 會長有多努力 不好意思啊 我腦子有點亂 你不用放上心 很養毛東美 咦 這個袋是什麼 體操服 急鋒留意 為什麼見到有了不可思議的感覺 哈哈哈哈 學生會辦公室 見到有新東西 問東美 或者會說一些理事長的事 快點去問吧 一個人都沒有 小東美還沒回來 我們大家等吧 我覺得只要在這裡等 她就會回來 而且沒有人在 就預備著現在是好機會 先調查一下辦公室 沒問題的 不被人發現就 厲害 回頭有些什麼呢 學生的資料 每個人的相片和名字 不過現在沒必要調查 裡面還有東西 日記寶 日記寶寫著黑木東美 放在這些位置嗎 會長的東西 感覺看日記都不好 沒事沒事 為了調查 我的生活真是無趣 究竟為了什麼而活 有時候我一點都不清楚 她都叫我鋼鐵 但實際呢 並不是 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女孩 想不到會長都在這一面 太意外了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立刻回來 哎呀 立刻收回 是起座和信息 為什麼你們會在我的辦公室 其實我們有些事想問 會長所以等你們回來 你想問什麼 我們在這裡調查今早的事 我們在推理你 法人可能是對理事長不滿的 你是理事長的女 我覺得你應該了解這個詳情 原來是這樣 遺憾的是 這件事我無可奉告 為了避免混亂 理事長那邊叫我什麼都不要說 不要這樣說 稍微透露一些 竟然被無屍我 無可奉告 學校的指示是絕對的 說一下什麼 你都很煩 起座 不管怎樣 這件事我無可奉告 明白就請回 快走吧 被人趕走了 跟你說一下 又不會掉一塊肉 看來沒辦法從東美問到什麼 之後逐一調查一下可疑的人物 走路有人聊天 B老師有沒有聽說 寫字的犯人好像被CCTV拍到 真的嗎 這個就沒人知道 因為法人的CCTV被理事長拿走了 他不被人外傳 而且不准我們報警 理事長也是 為了自己的名字 遮遮掩掩掩 不管學生安全 小心一點 小聲一點 隔場有意 是呀不要說了 哈哈哈 隔場有意 你糟糕了 立刻可以解僱 這個人 理事長那封 那個是什麼 CCTV 看起來多認真 OK CCTV 是不是在這裡 應該不是的 CCTV 嗯 應該是在他這個室裡面 對 對 OK 裡面沒有聲音 看是理事長不在 好機會快要不要去調查 鎖了 這個是 鎖 鎖 我們要重新排序上面的圖案 什麼圖案 哦這個是 1,2,3,4代的什麼 哦 他這裡寫了什麼 第一代 第一任理事長 Daniel 丹尼爾 還是Daniel Daniel Daniel Mouse 對 Mouse 即是第一個就是老鼠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代 名字不見了 沒有了 沒了個名字 不要緊 看個 看個樣子應該像是那些熊偉圖 這個呢 第二代 第二代不知道是什麼 第五代 玄山 新吉 紅井里根狗 所以第四個就是熊 第一個就是老鼠 OK 第一個是老鼠 第四個是熊 剩下一個很容易猜 這個貓 然後這個狗 哦 再來個 好快的 毛老鼠 然後這個熊 然後這個狗 這個就是貓 搞定 另一個猜就搞定了 打開了 裝置上的1,2,3,4是對應了 一同四代的理事長 然後只要對應理事長的命出現的動物就可以排除了 門鎖解除了 立即調查一下房間 是年輕的理事長拖了一個小女孩 那個小女孩就是東美 想不到理事長有這麼可愛的一面 沒時間呢 聊聊天 這個就是CCTV 快打開看看 還沒有人 有人進去 這個 裡面是誰 綠色頭髮的女孩 沒見過這樣的女孩 第一次見她 但是她在這個時間出現 應該是犯人 就是這個時候 有人過來了 理事長回來了 糟糕了 被人發現肯定糟糕了 我們找個地方躲起來 這裡這裡 這裡沒東西 是理事長的 桌底 只要躲在這裡 安靜點會被發現 過來 慢慢走過來 有人走過來 會不會是熟人 我知道你們在那裡 不用躲出來 被發現 老老老實實道歉 說得也是 於是我們在桌上出來 對不起 現在對方不說話 你們在做什麼 嘻嘻 就是無法理事長的聲音 嚇到你們這樣 我是自己人 為何你們會在這裡 我們一直跟蹤你們 跟蹤我們 那個 對不起 之前一枝一朵被彈 我也是 不用道歉 之前發生這樣的事 大家這樣做都很正常 自從跟大家分開之後 一直很後悔 好不容易 跟大家做好朋友 但是要互相懷疑破 這份難得的友誼 是我的錯 剛才跟小樓依聊過 我們知道繼續消滅 可能會野內殺身之禍 但是呢 我跟小樓依 都是多得神秘漢研究部 大家才得救 所以不想放棄 我也覺得 神秘漢研究部應該是沒有半徒 所以可不可以讓我們幫助你們查我 我們無魂歡迎 然後有四位元老回歸 嘻嘻嘻 那 整個告訴我 兩位調查的進展 關於犯人有什麼新的發言 剛剛看到犯人的樣子 那個人是什麼樣子 他是這個樣子 蛤? 不是吧? 這個人? 他是大紅人 他最近是爆紅的歌手 你看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那些網站 嘻嘻 非常之紅的人 這個是街頭演出 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 但是這個女生看來很有特色 唱歌好聽 於是瞬間紅了 而且他還很神秘 是啊 他從來沒有公開過年齡和名字 也沒有在平日的生活見到他 因此他的粉絲稱呼他為內落幕 這麼難得讀那個名字 好咩 好怪啊 不是這樣 原來是英文的 我家前在搞錯啊 你的英文都很差啊 不關你的事 但是這裡 fears 那麼出名的人會在我們的學校呢? 還是這次的犯人? 也就是說是他的婚生靈? 大概是這樣 在網上霸彈的神秘歌手就是本次的犯人 但是這樣的名人為什麼要怨恨理事長呢? 最快的方法就是問本人 現在的情報只有街頭演出的影片 要哪裡才能看到他呢? 很簡單,直接去那裡就行了 理事長的桌子真的豪華 這張呢? 年齡事的,理事長 亞暴先生他們竟然認識的 沒得看照片 不行啊,這裡竟然沒得看照片 應該是找他們的街頭吧 亞暴先生在這裡 OK 那...出去這裡看看 這兩個人應該都沒什麼特別的事說了吧 卡拉OK 嗯... 還有什麼可以調查呢? 問一問他們 啊,我們調查? 在尋找那位歌手 要是那兩個人都能回來就好了 急風留意 應該怎麼調查呢? 想一想 我猜應該是去學生會這裡問吧 被人趕出來看你打探不到這個情報 那我怎麼知道有什麼消息啊 是否在這些街上 在這些街上問? 看來又不像啊 狗的同學 啊,這裡原來是 幸好是他街頭演出過的其中一幕 也就是說在這裡附近等他就會出現 有這個可能性 那就在這裡賣服Lolam小姐 跟上帥有什麼宣傳 爆紅歌姬Lolam演出開幕 今天他有演唱會 這麼厲害 今天有演唱會 這就是那個現場 他就在這裡演出 快點進去吧 等一下你們幾個 今天演唱會的票都賣光了 走啊,不要啊 沒有票進不去 看來沒辦法追進去調查 那我們在這裡堵住他 我覺得希望渺茫 據說他每次離開都是神不知鬼不覺 他的神秘都跟這個有關 沒辦法 只能潛進去直接找他聊 但沒票怎麼進去 嘩 嘩,神之解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難道你是在找我們 不是啊,低B 我只是剛好路過 真的 不要管啊 你們是不是有什麼麻煩 是啊 分身靈在那個演出大廳裡面 但票都賣光了 原來是這樣 等等 撞他 搞什麼 我買票在說話 做交涉 難道是 憑什麼不能進去 你說啊 說啊 以其說是交涉 不如說是恐嚇 恐嚇他 恐嚇他 回來了 好了,我們可以進去 神經病 好厲害 這樣就可以進去調查了 晚了 多謝你,神之解 小事不用多謝 快去調查吧 幾分鐘之後 好 歌手都不在裡面 明明說今天有演出 剛才偷聽了 談話他們都聯繫不到 看來就算我們在這裡等 都很難看到他 嗯?有訊息 是智囊? 我找到令人注意的 請大家現在馬上來到學校 看智囊都在調查 竟然背著我們去調查智囊 不過很有智囊的風格 他在學校我們快回去看 好 看到這裡 等了很久了 大家都在這裡 其實我們都調查了什麼 你已經背著身為部長的我秘密行動 大家都是剛剛撞到 原來這樣 你不是都是背著我們調查嗎 我知道繼續調查很危險 但作為部長我不會退縮 而且 之後我已經仔細地考慮過 那天被襲擊時見到的徽章 可能是內控的陷阱 我覺得當中一定沒有兇手 我相信大家 嘻嘻嘻 不是 我是因為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一樣 完全復活了 神秘學研究部 真是好 這股青春感 四散伙伙伴再接襲的展開 令我很感動 先進入調查 OK 剛才在調查校寫的時候 發現到這個有趣的東西 你們跟我們就知道了 前面成功 嘻嘻 又進去學生會 因為這裡的櫃 鎖壞了 這個學校的保護系統 真的令人擔憂 畢竟全校只有一個 警衛叔叔 而且學校太大了 恐怕他都沒辦法注意到 就是這樣嗎 不要注意細節了 我們走吧 啊 理事長的辦安室 看看這個 理事長的照片 被人弄得很慘 都是婚生靈做的 恐怕是 早上開會時出現的殺人魚 還有這張照片 表明婚生靈對理事長恨之入骨 不過我不清楚到底是誰這麼真 其實我已經知道了 CCTV一拍到犯人的樣子 就是這個人 但是學校沒見過這個人 其實他是很出名的歌手 還是名人 不過還有很多疑點 還沒搞清楚 因此也不知道究竟 什麼一回事 學校如果有這樣的名人 早就已經長通街了 我覺得他的打敗很顯眼 如果可以確認到 他是否這個學生 就好了 誰在那裡 不要為你了 警衛叔叔要到了 今天解散 祝大家好運 智囊自己走了 站在那裡 停 之後我們切法 逃離婚姆的追捕順利梅家 神經病 唉呀 昨天真的驚心動態的冒險 嚇到我心都跳出來 差點被人抓到 應該是說不潛的學校就不會這樣 對 上去看我的照片 早上都來得及 不要再細緻 我們繼續調查吧 要確認那個女生 是否這個學院的學生 要怎樣確定呢 非常簡單 學生會會長 我記得這裡放了學生的資料 昨天調查的時候看過 看看那個就知道 是這裡的學生 我和喜祖昨天因為擅自闖入 被副會長趕了出來 沒事的 我們不會被發現 昨天進去之前都拿過這些朋友 安靜點 好像有人在裡面聊天 爸爸你為什麼不公開這件事 我們學生現在很不安 你和我安靜 如果這件事被世人知道 你覺得我顏面何存 媒體和電視堂人一起報 我們學校的品位就會被拉低 這個聲譽拉降低 你對我有意見嗎 聽著東美 兩個話可以做的 其他話不用多說 我明白 他們都要出來 快點躲起來 哼 他們走了 氣氛不太對路 不要理會 快點調查資料 現在辦公室沒有人 又偷進去 好 我之前和喜祖調查的時候 發現 我們看看 奇怪 上面根本沒有這些人 即是說他不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既然沒有紀錄的話 那就不是了 真的搞不明白 只能直接見面去找他 比如說他那個家貨出現的地方 賣服 我覺得是很注意的 但要賣服在哪裏 他可能出現的地方應該是 可能出現的地方就是街頭 只有街頭會出現的 在那裡等 咦 有一張宣傳單 他可能出現的 禁止街頭演出 發現請聯繫警察 即是說在那裡等已經沒有用了 那可以去哪裏 我去問一下這個 清子 按計劃進行大學道 繼續努力呢 哎呀信雪同學 為什麼你會在那裡 沒什麼 其實有些想問你 現在很忙 下次再說 她的發言相當可疑 但今次的婚生靈是六 法女 雖然清子很可疑 但她應該不是今次的 分身靈 咦 先看看這個 這裡是理事長的銅像 銅像上貼了什麼 改革的時候 將理事長趕出校園 讓神公子清子成為新的學生會會長 小清子做 支持她在那裡說 要進行學校改革 即使是這樣 都不應該貼在她銅像上 那還有點過分 對呀 理事長銅像 那個人對理事長懷恨在心 說要毀滅一齊 那她下一次要來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在這裡 啊 理事長辦公室前的照片就是她弄的 那她來弄這個銅像也是遲早的 我們快點躲在監視 幾個小時之後 我們躲在一個可以看到銅像的教室裡面 天已經黑了 真是會出現 如果真的這麼輕易出現 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了 咦 有人來的 來了 是學生會的兩位 看來他們都要回去 留到這麼晚 學生會的人真的很辛苦 看來我們要監視很長的時間 很餓 早知道買了一些東西 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沒看錯吧 就是那個人 真的出現了 哇 真的出現了 想不到真的等到那個人拿著什麼 好像是鐵鎚 還要是在她離開之前的電話聊天 嘩 她用取一瓶的銅像 喂 等等 你究竟是什麼人 然後無視我們 你說一下 不要吵 不要妨礙我 不管我做什麼都是自由 你們無權阻止我 我要用這個雙手把理事長創造的一切都毀掉 好狠啊 好渴 跟影片裡面完全不一樣 你的誰 怎麼這麼討厭理事長 我憑什麼告訴你 你不是分失靈嗎 哼 不想和你改 無可奉告 嘩 是煙啊 究竟搞什麼 他消失了 什麼事的事 他用這個煙呢 利用了這個煙來逃走 讓他玩了一餐 這些煙到底哪裡沒有出來呢 哦 滅火器 這個就是煙的源頭 有人在我們背後用了滅火器 趁這個機會逃走了 太奇怪了 無意的瞬間他在我們面前 難道有人幫忙呢 除了他還有其他人 分身靈的協助者 確實如果有協助者 那個場景就趕得衝了 真的會有人協助他 就在這個時候 喂 人類 猜中了就是我了 時間到了 現在來絕望審判 時間 但這次還沒解開 快點下來解開 OK 又回到這裡 嘩 場景不同了 各位 各位人類 之前好像搞搞一下 不過現在終於和好如初 總之我們沒有時間 聊一下討論 咦 又可以玩了 OK 整理案件 受害者理事長 發言基本抗刑 神秘陸法少女 有名的歌手 隱藏真實身份的神秘人物 最不可思議的是 他不是學員上學 有這樣的名人 我們應該立刻注意到 但名單上沒有他的紀錄 神出鬼沒女孩 究竟怎樣知道他真實身份呢 說真的 這個案件當中 最缺乏情報的一次 不過我們逐一調查 或者可以找到相關的證據 案件是由全校開會時發生 突然有他血滴在理事長的頭上 台上全部都是血了 一把刀掉到台上 不靜止 燈還突然關掉 開燈的時候 場上出現了一些文字 內容相當激進 好在意犯人的作案手法 他怎樣寫完字 關燈的時間明明很短 犯人究竟怎樣做呢 事先寫好的 這次的事件我大概已經知道是誰 場上的紙一早已經射好了 沒錯 你說什麼我們走進去明明什麼都沒有 因為用了少少手段 只是在關燈的時候顯現 在紙上貼紙之後把紙撕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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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人用了和體育鼓的牆壁一樣的長紙 把紙收起來 調查體育鼓的時候發現 牆上有一個長紙摩絡的痕跡 過程是這樣的 犯人事先在牆上寫好字 以後再把相同顏色的紙 蓋在上面 把紙收起來 之後在全校開會的時候 關燈 趁大家都見不到的時候 把紙關掉 就可以呈現到一個 文字瞬間出現的效果 這個魔洛的痕跡就證明了這一點 因為撕得太急 沒有處理好 所以留下了痕跡 很誇張的手法 但為什麼要在全校開會的時候做呢 明明人愈多被發現的風險愈高 犯人是想被全校的私生展現牆上的文字 被學生看到他對理事長的誹謗 傷害理事長的自尊 自尊深刻是理事長肯定會受到深仇打擊 他將理事長的幅畫弄得破破爛爛 弄壞了理事長的同像 看來他相當痛恨這個理事長 從這一點考慮就會發現 他跟理事長肯定認識 但他似乎不是我們學生 或者他是另一個學校的學生 很有可能 我認為他就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仔細想想 如果不是我們學校 這次按鍵沒有辦法成立 因為他要開會 為什麼能夠斷言呢 因為痛恨 因為按法事犯人一定在場 因為按法事犯人一定在場 如果不是他做不到這個 長子摩洛那些東西 又要關燈又要剝長子 只有原本在體育館的人才可以做到 而且其他學校 學生前進來的開會都是不現實的 哈哈 我認為他就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他當時真的在場 我們不會走流眼 他是名人 真的出現會進化大蘇聯 定學校開會的時候 我們還未見到他 他本來應該在體育館裡面 為什麼沒有人注意到呢 等等 因為犯人就用了變裝 犯人就用了變裝 難道他變裝成其他人 變裝成其他人 對呀 這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混入學生當中 不過就算變裝 巴掃突然出現那個不認識的人 肯定會有人注意到 我也是這樣想 反過來想就行 或者六法少女才是他的變裝出來 實際上這個人是我們學校另一個樣子 對呀 我們一直在找這個神秘的六法少女 彷彿分略了他平時是不是這個樣子的重要問題 原來是這樣 他就一想 他不在我們學生會學生的檔案裡面 就情有可原 這是一個新的觀點 當我們考慮一下 可能進行了變身的人 跟理事長有關的人物十分可疑 如果是這樣 本次的嫌疑人就是 抱有不滿的青子 在小東美 之前都在吵架 都沒有吵架 其實都是 嫌疑人就只有這兩個了 我們現在找到可疑人物了 不過還未發現到誰是犯人的證據 好 準備好了嗎 第四次 非常緊急的情況 突然之間又沒有體力了 都逐未開庭 唉 那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已經知道了 其實我大概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曾經玩過 那玩到這麼久 就會慢慢的記憶就會浮變出來 OK 那我們今集的絕望Gabllo 我們下集再見 各位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